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应夸张了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大的挑战是他太能打 戏曲方面吧 可能因为没有接触过 年代戏很容易被你演成现代感 最大的挑战就是后期的背头 爸 妈 他是谁 我跟宅娇文的一场戏 是我真的喝醉酒之后演的 你是我兄弟为什么会让我这么难受 这部戏里面演的最好的一场戏 居然在众人面前给刘彬下跪 所有的东西 妈 在那一刻爆发 演完了之后我浑身都没劲了 你看我现在讲这个 我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他和季峰遇见的时候 白天就看着白天的天光说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怎么是看着白天就说出来这种文艺的句子呢 每一句台词都很深刻 特别深刻 快点吃吧 一会热了 亲爱的爸妈 非常好看 好剧本 好制作 值得信赖 大家来看亲爱的爸妈吧 大家一定要看亲爱的爸妈 亲爱的爸妈是一部 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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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看的戏 所以大家 不可以 错过